近期有一部名为由于游戏的热门影集在全球引起不少讨论 影集里的游戏过程极度考验人性 而游戏主办方也非常强调游戏的公平性 那回到现实生活中 担任人民与企业税收的主办方国税局 他们是否也该遵守游戏制度的公平性呢 这里有个真实案件 案件受害者同时碰到了刑事还有税务状况 在税务方面执行署已经发文11月2号要强制执行 而刑事案件在同年的10月15号会解冻资产 资产解冻后受害者可以规划资产拿去做税务案件的使用 但国税局发现之后 竟然蓄意发函给台北行政执行处 要求继续强制执行 而且还伪斗发函日期变造公文书 又立可白将10月20日的发文日期涂掉 并到田尾10月15日 就是不让受害者有机会拿到解冻资产的钱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专家的完整说明和观点 全民来公审人民是头家 欢迎收看全民公审 税务机关的奖金一直以来备受争议 那不只是这个奖金的正当性 还有它所衍生出来的恶意查税问题 奖金到底该不该存在各有各的理由 我们先来听听财政官员怎么说 查去奖金被毁掉了 你现在变相搞出一个奖励金 用作用来取代被取消的这个法源 然后来花这个奖励金 那你现在 所以我们这个税务这边都有年总奖金 有考纪奖金 还有不休假奖金 你现在又变相跟人家拿这个奖励金 合理吗 这个自发体系如果待遇不高 它不足以养年啦 不足以养年啦 离失我脸 离失我脸 都是我的眼啦 为什么 那要去帮我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人在逃漏税 如果你看到了怎么办呢 来 跟国税局检取 有奖金吗 有奖金吗 最高480万 所谓的 查税奖金 市场应该分两块 快事针对民众 就是刚才看到影片那个台北市那个国税局检查 竟然呢 到校园里面去鼓励大家 当料杯啊 我真的搞不清楚 那现在是什么年代啦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就是针对这些税务人员 他们如果去查税的话 那当然现在 现在财政不认为那他不愿意再用什么查税 奖金这种东西啦 他们后来用一个 叫什么绩效奖金这种东西 不管叫做 查税奖金也好 或是现在他们叫做绩效奖金也好 谁分的比较多 一定是越上层的 可是如果出问题的时候 谁要来承担 从92年 卓星宇的立法委员他去提议说要废掉这个 华款奖金的时候啊 那后来呢 就是94年税务奖利金的 他的 一些 要点就改了 国税局局长张胜河说 不足以养联吗 那 当然他就是 就是会有人就是去 想到要动这个税务奖利金 让他更 能够 更 更让 税务人员有 奖金可以拿啦 房奖金他包括了一个查税奖金跟 延续奖金 那这个房奖金是从民国 43年制定公布的这个 财务发环处理 占行条例 实行到现在已经67年了 那根据这个条例呢 人民因为 行政事件被处罚 如果是人家捡 举发而弃货的案件呢 就人民所缴的罚还 其中有两个城市会分给检举人 那两城市分给查期机关 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台湾的税捐会处罚这么重呢 比如说 有的税是罚2倍以下 营业税是3 罚3到5倍 货务税是10倍以下 甚至印花税还处罚到30倍 所以这样才能够罚还 罚还 这个磕得越重 磕得越多 税务官员他从这个领的罚还奖金 就很多啊 那个上面的国税局长 财政部长 分配到的奖金 就更多了 这其实是一种集体 分赃的制度 当我比较深入去了解这个罚还奖金 制度之后啊 不仅自知不寒而栗 怎么会有这样的国家 核税 本来就是税罪机关 他本身分内的事情 分内的职责 分内的事情就是根本 怎么可以另外编列奖金呢 这个在太极环案件里头明明呢 两个账户余额只有61万 那检察官起诉说 不时捏到说有32亿的假数字 然后国税局就胜出一连串的天文数字 天文数字的税单跟罚还 那检举人 拥有检举 检举奖金啊 然后又有 又有这个这个调查局的主办查 查棋机关的奖金 他们都是虎视眈眈的这个巨额奖金 那明明 政府都知道这样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税务的 这个税单 为何不撤销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我刚刚提到 就是 因为 当时有所谓税务奖金 那大家已经分了 那你认为 这些税官会把钱再拿出来吗 不会 但是呢我们政府要不要有良心啊 应该要有良心 应该要有良心 就是应该要如何 那时候国税局就说 啊我们呢弄错了 我在100年的时候 我就跟财政部长讲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结案了 他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个 那个 这个 奖金我拿了 然后呢 要扣税也是扣你们的 在民国86年 当侯宽人检察官 违法 起诉 太极门的时候 他同时把掌门人夫妇的财产 全部 冻结 那在同一个年度 台北国税局 对同样的财产 也做一个什么 禁止处分 那我们在 实务上 你既然做了禁止处分 其实在国家的 税捐保全 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 到了民国92年8月 国税局终于按捺不住 就要对 太极门掌门人夫妇 执行 行使 强制执行 那在 掌门人夫妇的代理人的一个距离力增下 台北国税局 他才同意 本来是8月就要强制执行 他同意延缓到 当年的11月2号 那在当年的9月25号的时候 太极门的刑事案件 经过一审的判决无罪 然后在10月15号的时候 地方法院发函给台北国税局 告诉他说 当初被检察官冻结的资产 已经解冻了 已经解冻了 那理论上财产解冻了 就要发函给什么 给太极门掌门人夫妇 他在接到这个文以后的5天后 10月20号 他照常 横下心来 再发函给台北行政执行署 继续强制执行 那他这个动作有什么违法呢 因为他当初已经发文给纳税者说 他延缓到11月2号才要执行 可是他现在却提早 提早到10月20号就执行了 这个是违反诚信正义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他说 他真的是处心几率 要赶快拿到这个钱 那第二个 我们再看一下 强制执行的那个公文 他上面明明写10月20号 那张盛成竟然纵容台北国税局的属下 用立格牌 把他图改到什么 10月15号 那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人家说 地方委 法院告诉我这件事情 10月15号已经太慢了 我在同一天更早之前 我已经发公文给行政执行署 继续强制执行 那个伪造公文书的 就是我这个看板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就是 立格牌图过的 本来他是 这个是10月20号 他要执行署继续强制执行 这边本来是打10月20号 可是他用立格牌改成10月15号 我们知道立格牌你用图改的 你如果拿到那个光线一照 你还是看得到原来是10月20号 而且 还有一个更离谱的是说 他在10月20号提早执行的时候 根本没有在通知 太前门掌门能复复 也就像是在两年后 也就是说民国94年的时候 被台北行政法院揭穿了 所以当时 在张胜和领导下的台北国税局 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用退税的名义 把当初变卖财产的相等值的 的金额用退税 退税的名义退给 纳税者 当事人 因为其实当初 用退税的话 其实好像有点怪 因为本来就是你 盗卖了人家的股票 然后 把那个增肌弄出来 那结果后来 过了两年之后 又钱又要退回去 那当然这个一定会有承受的嘛 那除了承办人员之外 再来当然就是上面的那个主管 所以 呃 其实是还算是 蛮严重的啦 因为 这个就是当初的一个 错误的决定 然后就造成 无法密布的后果 我觉得 当初 呃 那个 他们会做所谓的土改 对啊 他怎么敢做呢 一定是上面要他做 所以最后的后果当然就是 下面的那几个 那两个层级要承担嘛 那至于说 后来这个本税 因为有 有问题退了的话 直接国库里面退 不会再去另外追查 奖金的那一块 那我就今天尝试的来分析一下 开启门税务案件 违宪跟违法的地方 第一点 开启门税务案件 违反一事不二法原则 像我们知道太极门的案件 在民国86年4月的时候 国库人检察官是用 炸击罪起诉太极门的 但是到了 同年12月的时候 国税局 在 这个刑事案件还没有审 结完毕的时候 就开出了 天价的税单 第二个 违反刑事优先原则 我们知道 行政法法第2条条规定 如果说人民触犯同时触犯了 刑事的法条 又同时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的时候 应该要有刑事 这个 审理为优先 但是 国税局 没有等到 刑事判决的结果出来的时候 就马上开出税单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说他这个是违反平等原则 我们知道 前一阵子 我们的 陈前总统 陈水扁先生 他将他的 私人的款项 赠予给他的 儿子陈之中先生 但是 这个时候 国税局 财政部 公开的说 这个暂时不能科征赠予税 必须等到刑事判决结果出来之后 才可以决定要不要科征税捐 第4点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 他是让本案违反科税明确性的原则 第5点 我认为说 违反实质科税原则 对价关系法律概念错误导致违法科税 第6点 就是说我们说国税局在本案的时候违反法律规定实质调查的责任跟义务 再来一点 本案 他的合科 违反所得税法83条 适用推济科税 纳税义务人得 事先陈述意见的规定 但是本案我们知道 国税局的合科 从头到尾 都没有通知纳税义务人去进行 说明 另外第8点 违反了所得税法83条之一法定程序的规定 如果没有报经财政部核准 这又是违反程序 程序不合 实质不论的原则之下 国税局必须要撤销这个案件 国税局说提前就提前的操作是否打坏税收规则的公平性呢 我们听听民众怎么说 看了刚刚的影片 我觉得蛮夸张的 公家机关 居然只用立可白 图改公文 就可以当成正式的 书面文件 我平常是个上班族 我们要更改一份资料 一定会全面更新 哪怕是一个错字都不行 就是这么的严谨 现在居然 听到只用立可白 就能改变文件 我不知道当时承办人员和上面盖章的负责人 主管 心态是什么 是要图个方便 任意更改文件 何况这关系到的是人民的自身财产 当时的公务人员 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 是想让这件事情就这样过水去了吗 以上是我的心声 谢谢 我想这一切就是国家机器的操作吧 想尽办法强夺民产 连这种立可白图改日期的手段都做得出来 我觉得你好歹也重印一张嘛 做得漂亮一点 是不是长官的硬件都盖了 懒得重印也不想重跑流程啊 这就是我们 中华民国政府的 官员的态度啊 就是便宜行事 做事情不求证 出事情就粉饰太平 这样子官官相互人民也无可奈何 那太极门本来就是武术团体 本来就属于免税所得 官员为了不让自己被打脸 所以实不承认自己的错 然后很多老百姓就被政府弄 也只能默默鼻子 自认倒霉 要不是太极门是个团体 才能为了这样的法税正义 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不然台湾人民就这样被这个政府愚弄 还不知道有多少个家庭遭受迫害 看完刚刚的影片后 我不想一杆子打翻所有的官员和公务员 但影片中提到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很扯 本来国税局同意延缓强制执行的日期到11月 却又在刑事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太极门被告等军无罪 并于10月15日地方法院发函台北国税局通知被告财产解冻后 非但不把被解冻资产发还给太极门掌门人夫妇 还在10月20日发函给台北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 而且完全未通知太极门掌门人夫妇 而台北国税局为了让强制执行看起来合理 还把10月20日发出的公文 硬生生用立可白图改日期修正为10月15日地方法院发函通知财产解冻的当天 就是要把自己违法行为合理化 这么明目张胆修改公文日期的行为真的是有够夸张 当时担任台北国税局局长张胜河也默许自己的下属做这些违法事 即使台北行政法院在民国94年揭穿了这个骗局 台北国税局用退税的名义把钱退还给太极门掌门人夫妇 但查税奖金早已入了处事官员的口袋 即便骗局被揭发 这笔奖金也没人追回 甚至张胜河后来还任职财政部长 这一点都不合理 我没有要求公务员或是行政部会首长必须要一身洁白 容不下一点脏污 毕竟人都会犯错 但是犯了错后不需认错 不用被惩处 还能高升 让我十分怀疑国家任用部会首长标准 或是台湾官官相互的漏袭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程度 太极门的税务案件至今已20多个年头 关于案件的缺漏或是谬误不可申诉 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位指示者 针对这些错误公开道歉 或要求相关单位纠正 甚至还在2020年8月把太极门掌门人位于苗栗的土地强制执行 我希望小英政府可以正视太极门的税务冤案 藉由这个案件抓出国家的毒瘤 不只还给太极门师徒清白 也能够重新检视台湾的税制 税制体系健全 不是只有减税有感就够了 人民在税务案件中能够遇到院区能够获得平反 才是治本之道 太扯了 公务员还敢变造公文书 那结果咧 有人出来负责吗 灿改日期 避免受害者日后领出原来的资产 国事局显然已经凌驾在任何法院之上 他们操纵游戏规则 想从受害者身上炸出每一份钱 也许在国外 由于游戏只存在于影视剧里 但这个利益游戏 却在台湾真实上演 而且存在于你我熟悉的国税局 特别视约 甚至不光这也许是吴